我们继续来关注甘肃临夏基石山线6.2级地震的后续情况 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线6.2级地震已经造成了当地113人遇难 青海省海东市23人遇难 仍有11人失联 目前 甘肃省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青海省的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今天的42分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线北纬35.77度 东京102.8度再次发生了地震 震级4.1级 震源深度8000米 目前 甘肃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心正转向伤员救治 受灾群众安置和震区废墟的清理 昨天 第一批活动板房已经开始搭检 截至今天早晨的6点 住建部门已经完成了对基石山县城幼儿园 学校 医院的初步排查评估 受灾最严重的大和家镇 刘吉乡两个乡镇19个村 所有房屋的应急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县城供水供企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应 供热基本恢复 个别受损的管网正在加快修复 此外 基石山县五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全部恢复了供水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海的情况 地震导致了青海海东市明河县部分地区居民用水管道受损 一度影响到了2.9万余人用水 目前除了明河县关亭镇 喇家村的管道正在抢修之外 其余的11个村已经通水 目前青海的救援力量 主要是集中在明河县中川乡的荆田村和草滩村 沙涌冲毁包围了这里的大量的房屋 目前青海失联的12个人都是集中在这两个村 我们再来关注青海海东明河县救援的情况 地震引发了沙涌 大量的泥土涌入了明河县的荆田村和草滩村 这两个村庄冲毁了部分房屋 目前青海失联的人员都是集中在这两个村 这两个村庄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草滩村的救援的现场 现场的大型机械的清淤的工作 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现场就是地形非常的复杂 而且救援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我想具体通过两张图来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 这个是来自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所制作的一张灾后摇杆监测图 那么这张图也是一个上北向南的这样的一个方位的设置 那么整个现场就框定在这个图当中了 我们了解现场是一个北高南低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的走向 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黄色的自北向南的这个区域 您现在看到的我手滑的这一条线呢 就是现场的一条沟渠 那么这条沟渠呢 自北向南将右侧的草滩村跟左侧的荆田村划分开来 那么整个这次发生的这个沙涌的这个灾害呢 就是自北向南一路倾泻向下 从而呢 整个覆盖了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一片的区域 那么现场的整个掩埋的土方量呢 是超过了36000立方米 所掩盖的面积呢 是超过了12000平方米 那么呢 在这两个村当中呢 一共是有65栋这个房屋被淤泥所掩埋 那么我们现在想特别重点的为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现在您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小方块 那么在这些红色的方格子里头呢 所代表的就是现场被具体掩埋的房屋 其中有的小方格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露出了白色的屋顶 但是同时呢 也有一些小方格里头的屋顶是看不见的 这些没有屋顶的小方格所代表的 就是整个房屋已经被深深的掩埋在了淤泥之下 屋顶现在是没有露出来的 那么现场的就业人员 告诉我们之所以要这么详细的标明 现场的做掩埋的房屋的位置 一个呢是确定我们的救援的具体的区域 同时呢也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在大型机械在向里开掘的时候 能够选避开这些障碍 选择最佳的行径的路线 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呢 是一个视角更近的一个俯瞰图 那么呢 整个现场我们这两天 大型的机械所绝境的这个重点的区域呢 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1号 2号 3号 4号 跟5号区域这5个点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5号的作业点 那么这两天呢 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队呢 也是派出了200名的救援人员 然后分成两组 就业不停的两班岛 24小时的来进行救援的工作 救援的工作将如何是 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我们马上来采访一下 中国安能集团救援队 在现场的总指挥 王永平 王总你好 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你 现场我们知道 这个救援已经持续了 有三天了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有哪些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这个 这次掩埋的区域比较大 而且这个覆盖的厚度呢 相对比较厚 大概三到四米 同时这个掩埋的这个料呢 含水量比较高 比你的覆盖的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整个救援区域里边呢 全部在相通里边 相通的道路呢 相对比较窄 大概四到五米 给车辆的通行 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那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面前 我们是如何尽全力 来提高我们的救援的效率的呢 在这个云尼清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采取多点布局的这个方式 同时每台翻彩 多台翻彩 接力翻用 确保这个杂料 用到这个地点 完了以后呢 通过这个单条的这个道路 多点设这个拖车道 完了以后呢 这个多部指挥 保证用输正常 好的 谢谢您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通过王总的介绍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现场的这个救援的人员 也是在想尽一切的办法 来提升提高他们的救援的效率 刚刚他王总提到的 这个反那个多台这个挖掘机 那个接力来轻运这个淤泥呢 这个现场呢 就是现在摄影师 我们可以给到 就是我身后的这片现场 那么作为 我们现在正站在五号的救援点位上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今天下午的整个 这个淤泥轻运的工作的进展 还是比较顺利的 现在大型机械 已经抵近到达了 五号救援的一个具体的点位上 那么最后呢 我还想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就是由应急管理部 大数据中心所派出的专家 在现场的这两天 也是建成了现场的一个 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俯瞰图 那么这个图呢 一方面可以传到 北京的应急管理部的指挥总部 另外一方面呢 在现场的前指呢 这个现场的指挥员 也是可以用得到的 通过一个三维的景象呢 能够也是为现场的指挥员 提供一个更加立体 更加科学的救援的指挥的辅助 甘肃济水山县6.2级地震 临近的青海省海东市明河县的 荆田村和草滩村 发生了罕见的地质灾害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11人失联 就在地震发生10分钟左右 大量的淤泥涌入了荆田村 那村民们又是如何 来进行自救护救的呢 见到荆田村村民杨寿林时 他正在村里的安置点 忙前忙后搬运物资 地震发生时 杨寿林正在家里的沙发上 看手机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巨响 2010年御树地震时 杨寿林就在镇中御树市工作 因此对于地震 他格外惊觉 意识到地震发生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 飞快向屋外跑 冲出家门后 杨寿林发现村里其他邻居 都没出来 已经脱险的他 又跑向隔壁邻居家 刚跑到这边以后 就门是推了一下 门是紧闭的 我就敲 使劲地敲 我说甘心出来 他就神气出来来了 他就把门敲开了 敲开以后赶紧 我说孩子房子里面干啥 赶紧往外跑 我说 敲的时候比如说 有没有这个砖落下来 就是这个砖就是 他就落下来了 但是我身上没落下 就是挨着落下去了 他掉下来的时候 你没害怕吗 那时候没知道 也害怕这么一说 就是我的本能反应吧 我能救出来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当时黑得很 我啥都没看见 只是听见他的声音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在为他来临 这只林子 就是救了我们了 就在杨寿林 转身跑向 其他邻居家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的异响 让他格外紧张 后来他才知道 这噼里啪啦的响声 是流动的泥沙 冲到树木的声音 就是我从他门口跑出来的时候 就是耳朵听见的 就噼里啪啦 防泡的声音 就是跟炮状一样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再次我就跑过去呢 跑过去的时候 就是里面那一家的 已经出来了 我说赶紧把那个门敲开 这个第二家的人没出来 就是他哥哥 赶紧把门敲开 把人弄出来 说的时候就是 里面的人已经受伤了 所以就是 我给他们说的 你们赶紧帮着 我跑过去那边 喊人去的时候 那边的人已经成不出来 那边的墙也倒了 喊人的节奏快了起来 被杨寿林叫出来的村民们 也立刻转身 跑去其他邻居家叫人敲门 大家连喊带敲 短短十来分钟 周边二十多户 近一百名村民 全都跑出了家门 当他们跑到开阔地带时 地震引发的沙涌 已经包围冲毁了村里 众多房屋 还有一些村民 没来得及撤离 据统计 金田村共一千八百多人 四百零四户 地震导致村中 四百八十多间房屋被毁 灾后 当地相关部门 对村里的房屋 逐一进行安全检查 房屋受损情况较重的村民 被集中安排到安置点居住 安置点中搭建起了 一个个救援帐篷 帐篷内有暖炉 床和棉被 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两天 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 陆续送达金田村安置点 村民将自家的院子收拾出来 大家在这里架炉起火 还有村民拿出自家的烧水炉 放在安置点空地上 24小时为群众提供热水 金田村安置点不断有人来回奔走 他们中有村里已经卸任的干部 有普通村民 也有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听说家乡遭遇地震 特意请假返回家乡 支援救灾 作为一个家乡人民 这叫生长长大的人 应该做的一个义务吧 我觉得责任 就是这是我们年轻人 新年代年轻人的责任 在我们肩上 然后作为一个退役的人 更需要出现在 家乡需要的地方 出现在第一县 在受灾严重的 季石山县 刘吉祥团结村 地震发生之后 村支书迅速地组织起了一支 有30多个人 党员带头 年轻人为主的小分队 手刨肩扛 展开救援 搜救结束之后 他们又投身到了群众安置 和物资发放的工作当中 这就是团结村的团结小分队 20号下午 外界救援的各类物资 大量抵达 村民们领取频次 也高了起来 村支书 韩凯 都是一路小跑 协调各种事 我们刘吉明 店的鱼生没也吸了 这鱼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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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生 这个豆瓣 这个鱼生 这个鱼生 就那个房子也裂了 玻璃都破掉 刘吉乡团结村 距镇中柳沟乡 20公里左右 上千间村民住宅 受损严重 韩凯介绍 地震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里 呼吁村民 尽快从屋里出来 然后打电话 给村里的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互相一招呼 三个小时内 就到了30多人 好几个都是 从县城赶回来的 在两个小时内 30多人的队伍 完成了全村385户敲门全覆盖 并抢救出12名被困群众 其中7人送医 5人死亡 当时所有的房屋都不倒塌的严重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具 直接运手跑 好几个人全场都是手破了 因为房子上面有玻璃 那些碎片 我们这个村 本来就是民族很多 但是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危险状态下 大家都能舍己救人 像我们村的名字一样 团结一致 共渡难关 韩凯说 村里这支志愿者小分队 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每一次都是党员干部带头 年轻人是主力 夜幕降临 韩凯要操心的事更多了 夜里山上的气温最低 可下降到零下15摄氏度 还有两个帐篷安置点在半山腰 马上又到晚饭的时间 村民们吃上饭了没有 还有啥诉求 一肚子的不放心 韩书记赶紧出发上山 山上的两个帐篷安置点 现在已经拉了电 每个帐篷里配备了取暖炉 这几天 大家商量着先吃大锅饭 一些力所能及的人先行动 把村里的老弱病小照顾起来 村民回忆 当天晚上的地动山摇 现在回想起来 仍心有余悸 但当时 没被困的村民 主动营救被困的村民 轻伤的人不顾自己伤痛 营救伤重的 整个村子都冻了起来 韩书记介绍 地震发生后 第一晚忙着搜救没有核言 第二晚又一直忙着接收分发物资 他说 作为村书记 照顾好村里的每一个人 是他最大的责任 今天上午 在位于甘肃省 济市山县石原镇 萧红平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 总台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 原来这里搭建起了一个帐篷学校 详细情况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 王晨稍早前发挥的报道 各位观众 我现在呢 是在甘肃省林下州 基石山县石原镇 萧红平村的一个文化广场 那么这里呢 也是铁锤子红军旅 在这里搭建的一个临时安置点 那今天上午 我们过来采访的时候啊 被这里一顶帐篷里的朗朗读书声所吸引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里呢 也是搭建了 镇后的首个帐篷学校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做铁锤子红军旅帐篷学校 那么现在呢 这个学校一共是有一个帐篷教室 那么可以容纳40到50人 分别呢 是一至三年级 以及三至六年级 分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 在这里接受教育 那将来呢 这里还将搭建两个帐篷教室 可以容纳100至120人 那在这里上课的老师呢 有当地的学校的教师 以及大学生的士兵 课程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在帐篷的旁边呢 贴了一张课程表 上面有语文 数学 英语 文化 科学等等 那今天下午呢 在这里上的是科学课 讲授的是防震减灾的相关的知识 以及一些地震之后的逃生的技巧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 在帐篷里上课的学生呢 参与的热情也是非常高的 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已经渐渐的从地震的这种心情中 平复了过来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21号下午13.55万件 中央救灾物资均已抵达了灾区 当前有序发放到各个安置点 同时淤泥清理道路抢通 排危除险等灾后保障工作 正在加紧开展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地震发生以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42人 四支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 208人在灾区开展救援 同时应急管理部 启动中央企业应急联动机制 会同国资委调派灾区周边 相关中央企业工程抢险力量赶赴灾区 中国安能 中国建筑 中国中铁等七家中央企业 及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等两家装备制造企业 41支队伍 1155人 装备386台套 不间断开展道路抢通 微防排查 泥石流处置 电力抢修等工作 截至21号下午17时 以抢通甘肃省基石山县 青海省民河县灾区道路 52条172公里 21号14点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应急管理部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地震灾区 调拨13.5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也均已抵达灾区 正由救援人员进行发放 此外 各类保障工作也在同步开展 在受到地震影响的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县 有60名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考生 据临夏州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当前已逐一联络这些考生提供帮助 经了解 暂无考生受伤 不存在受地震重大影响 不能按时参考的情况 12月21号下午 相关部门已派车将有需要的10名考生 统一从基石山县接至考点所在地 临夏时备考 对存在困难的考生 工作人员为他们安排了免费食宿 为考生们保驾护航